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錦頻道的 今集會同大家看看去年澳門居民的收入數據跌了不少 根據澳門統計局的資訊 2020年以當年價格計算的本地居民總收入2425.6億澳門幣 交同年以當年價格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2044.1億多381.5億 反映對外要數收益錄得淨流入 2020年人均本地居民總收入35601元 同年人均本地生產總值30.07元 剔除價格變動影響後,2020年本地居民總收入實質下跌39.2% 同年本地生產總值實質下跌54% 人均本地居民總收入總質量下跌39.9% 同年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實質跌幅54.5% 其實這部分已經反映了上年經濟很差,很多人的收入跌了不少 以現時的數據來說跌了近四成 大家可以試想一下澳門的集合結構很有趣 你有好大部分是做政府工或是跟政府相關的工作 還有工程那些都是沒停過的,因為政府是推緊基建的嘛 如果這兩部分都是按真實性的市場去走的話 你可以想得到這個平均數是不止跌四成那麼少的 現在這裏跌四成我估計是有好多人都是翻一半、翻一半 以及原本可以賺到的佣金是沒落到袋的 所以這部分才會跌到那麼多 如果今年用來跟去年比一定是會上升的 為何這麼說呢? 因為今年其實大部分時間都正常的 只不過就是有發生過疫情 這樣就搞到有些工可能就暫時要放假的 但總體的影響都沒有去年那麼多 所以由這條數這樣來看 上年其實大家都是撕了不少老伴的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今年又不是說好多去哪裡 明年都是這樣捱多年的話 其實大部分的人都已經是可以說捱到乾堂了 再加上現在有不少賭廳都是沒了 在裏面做事的員工又沒了工作 我估計新年之後市分會更加差 但暫時來說就不會影響到今年2021年的數據 所以數據上是反映不到現在的真實情況是去到哪裡 還有人均收入跌了四成不是一個小的數 看看未來的發展會是怎樣 今集就為大家看到這裏 大家有些甚麼想說就在下面留言 我們就下集再見吧 拜拜 拜拜